Hi 大家好,又是Eric 今天我就帶大家來到墨爾本東區Donwell 看一個聯排別墅 但是它很棒的,為甚麼呢 因為它是一地開兩套 跟後面是不會黏牆的 首先介紹了Donwell 它就在墨爾本以東20公里的位置 而它亦是香港人最喜歡的suburb Doncastle East的隔離 如果在市中心上M3的高速公路 就可以直接到達Donwell 而Donwell大概駕車四分鐘 就可以去到Tunstor Square Shopping Center 那裏會有超市、藥房、華人雜貨店 和茶餐廳等等 有各式類型的商店都在那裏附近 而這個聯排別墅本身就是在區內的一條內街 所以就不會有很多車輛經過的 相對來說就會是很安靜 和很舒服的 而說回這個聯排別墅本身 因為它是Unit 1 它的車房是在前面 那你見到它是有雙車房 即是說它是可以拍到兩部車 而它亦都有自己一個行車 是可以再拍到兩部車的 好,現在我就帶大家去看一看它後面 因為剛才有說到 它跟後面的Unit 2是不連長的 這一種的設計就相當受到歡迎 和Unit 1和Unit 2就變成了自己各自的空間 就不需要去共用中間這條行車道 在畫面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Unit 1和Unit 2中間是隔開了的 現在就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首先來到門後 左手邊是一個intercom 如果訪客按鐘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外面是誰人 而首先來到右手邊的位置 在這裏開發商是做了一個 不算是很大的空間 可以用來做一個study room 你可以放一張辦公室桌、燈 是足夠的 來到大門的左手邊 就是一個主人套房 而大家就可以留意到 它是用地板的,不是用地毯 這間屋總共有兩個套房 一個在樓上,一個在樓下 樓下這個套房 亦都已經跟著一個分體式冷氣機 一個入場的衣櫃 亦都是一根廁所 已經有一個企缸的浴室 亦都可以看到瓷磚已經鋪到上頂 好了,現在我們就走回去中間這個位置 來到右手邊這裏 首先看到這個是一個laundry 一個洗衣房 洗衣房的裏面 亦都是跟著一個獨立的廁所 而這裏是一個雙車房 你這裏走下去看到 它就可以拍到兩部車 空間都很大 然後我們來到客廳飯廳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之視正的 而這個窗對著這個花園 是向北的 所以它全日的陽光都是很好的 首先看一下這個廚房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已經是用了石的一個桌面 而它是一個雙廚房設計 它其實這個拖門的後面 亦都跟了第二個廚房 非常之適合華人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喜歡 煎炒煮炸 在第二個廚房這裏煮 那些煙就不會供出去 亦都跟了一個洗手盆 非常之方便 好,那我們就回到這個主要的廚房這裏 你可以見到它是跟了一個很大的焗爐 900mm的 一個900mm的爐頭 有五個火 上面亦都是跟了一個抽油煙機 一個的洗碗碟機 而所有的櫃桶亦都是Soft Closing 好了,那我們就可以靠近這邊看一看 這就是它Garden的位置 獨立不連場 和後面Unit 2是完全不黏的 這就是它的後花園 也是很好,可以打理得 好,現在我們就上去樓上參觀一下 樓上就是有三間房 首先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樓上的客廳 這個廳都蠻大的 其實可以用來做一個 例如玩具房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可以在這裏玩 也可以放一個電視機櫃 或者沙發等等 都可以用來做很多用途 首先來到這一邊 就是一間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跟了兩面窗 而對著街這邊的窗 是很大塊的 所以它的採光也是非常好 然後就是一個套房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套房浴室 然後就是一個套房浴室 也有一個醫務間 這邊就是第二間的客房 也有做過兩面窗 還有可以留意到 所有房間和客廳都有分體式冷氣 而來到這裏就是樓上一個共用的浴室 有一個浴缸在那裏 可以很方便 如果你有小朋友或有寵物 就會比較方便幫我們洗澡 給我馬桶跟坐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隨時聯絡我Eric 歡迎隨時聯絡我Eric 我們可以進行 5 6 6 7 7 8 9